你知道昨天在熱搜上面 12名裡面全部都是他 汪小飛人生高峰就是這麼高 這些東西我都已經很明顯告訴你了 就是有五位 我連數字都敢講給你聽的 我連場地都敢講給你聽的 你還告訴我只需烏有 你真的對你做的事情是完全健忘嗎 我覺得就是 給我12個小時吧 你節目晚上就知道了 肯定會知道 汪小飛 剛透過昨天那個公關聯絡到我了 他們拉了一個群組 這應該是公關給他了 看看你這邊能不能看在家裡的身體 不好的面子上 不要繼續爆料了 我這邊什麼能做的 你可以跟我說 就是汪小飛 在11點06分 輕一分鐘前 傳給我的訊息 昨天晚上的時候我就覺得很難怪 公關很急的說汪小飛得找我 那沒想到他晚上說要溝通的時候 卻跟我講說 媽媽住院 我覺得被方有在跟我打飛機身台的意思 但是 他撤了大H的文 但是全民撤破的文 所以 我不懂我真的在幹什麼 其實 狀態也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事實 就是 有人做錯事情他不會承認 他在事情上跟你和解 但是 就是 我告訴你狗仔不是這一套 你都已經講出來了 你甚至告訴我說 狗仔都是只虛烏有 而且你掛台灣狗仔就是只虛烏有 台灣狗仔 你目前認識人應該也只有我而已 但你就是告訴我說 我情編的全世界 那 我今天晚上會證明給全世界看 我也不知道說 這兩張照片出來的時候 會得到這麼大的迴響 因為 我覺得大家應該 有馬來的都知道說 張寧就是他女朋友 拍到這麼多次了 不認就是不認 不認沒關係 那狗仔就是 繼續做紀錄嘛 那人家也是在公共場地拍 也沒做違法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 壓了大概也快要半年了 那 我沒有丟出來是因為 我覺得人家都已經離婚了 那 沒有必要再做操作 但是 這一次 他直接跟狗仔嗆聲 直接說P圖造謠 我們職業 我覺得 不能這樣被點递的 所以當你要告我的時候 我歡迎你告我 我歡迎你告我 你不告我 我覺得是落父 這個 你好 太太 很高興賣Chi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嘗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 終於我 第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是不開心 不開心 拿小朵的那個喇叭 那是你那個悲憎的 那個 Wasn't that important あー Esing 怎麼怕的 ер他 他有憤怒體在裡面 configure interesting breathing prime an territory 我一次認你不在 我 嗯 啊